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宣布 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 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的介绍 莫宇 是报仍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的时候是召开了紧急事件专家会议 之后世卫组织召开记者会 总干事谭德塞在记者会上宣布 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也就是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那他说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是扩散到了其他的18个国家 而且在日本 德国 越南和美国都出现了人穿人的病例 他说基于这些理由决定做出上述那个宣布 那么来听听他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虽然这些数量与中国的相比相对较少 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共同行动 限制疫情的进一步扩散 绝大多数在中国境外的病例都有武汉旅行史 或者有与武汉旅行史的某人有过接触 我们不知道这一病毒如果扩散到一个卫生保健系统更薄弱的国家 有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 我们现在就必须采取行动 帮助各国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准备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 我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爆发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是那星期四参加世卫组织紧急会议的这个国际专家 是几乎一致的做出决定 要做出上述这个全球紧急状态的这个宣布 那谭德塞说做出这样的宣布不是因为中国做的不够 也不是说对中国没有信心 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这一宣布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发生在中国的情况 而是因为发生在其他国家的情况 我们最大的关注是 这一病毒有扩散到卫生保健系统较弱 而且应对能力不足的国家的潜在可能性 让我把话说明 这一宣布不是对中国的不信任票 相反是为组织继续对中国控制疫情的能力抱有信心 那他还说呢 正因为中国在应对疫情方面所做的努力 世界其他国家这个感染病例目前来看还是相对较少的 那么知道一些航空公司呢 现在是已经宣布说 在一定时期内要减少往返中国的航班 那么对于各国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方面 特德萨表示说没有理由采取对国际交通或贸易构成不必要干扰的措施 那他说世卫组织不建议实际上反对任何针对中国的旅行或贸易限制等措施 那么世卫组织对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定义呢 是指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对其他国家构成公共卫生安全风险 可能需要国际协调一致应对的不同寻常的事件 有就是说构成做这个宣布的话就意味着这个事件是严重不同寻常的 有国际传播的风险可能需要立即采取国际行动 那么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前呢 自2007年以来 世界卫生组织是宣布过五次的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包括2009年的猪流感 2014年到2016年的爱博拉疫情 还有这个之前的债卡病毒 包容 好的 非常感谢墨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 谢谢大家